如果可以我想和你 回到那天相遇 歌手维里安日前带着夯曲 如果可以登上日本知名音乐频道 The First Take 成为第一位出现在该频道的台湾歌手 他昨天二度在频道现身 一部插电的改编版本 演唱首张全英文专辑主打歌 R.I.P. 第四次登台选唱英文歌曲 维里安说除了华语歌 也想用英文歌 让全世界更认识自己 而关于许多人好奇 频道是否真的只录一次 就连维里安本人也曾怀疑 但录完后 他肯定告诉大家是真的 并笑说 整名的话请大家看影片就会知道了 透透这次表现会有一点失误 维里安坦言 只录一次难免会有瑕疵 但The First Take的精髓 就是捕捉这一次的表演 那个情感最真实最浓烈 许多网友听完也大赞 瑕不掩瑜 耳朵又怀孕了 录完之后也让维里安爽快直呼 感觉像是演唱会 是一个很棒的体验